大家好,我们本节课来介绍XX1漏洞利用当中的任意文件读取。 本节课将从以下四方面展开。 首先,第一部分我们将对测试代码进行介绍。 第二部分我们将介绍PP当中可以测试XX1的POC。 那么第三部分我们将介绍使用对应的POC读取文本文档。 第四部分介绍使用POC读取PHP文件。 那咱们首先开始第一部分测试代码的介绍。 这里直接给出咱们对应的测试代码。 首先测试代码使用的是FileGetContent来获取对应的数据流。 我们获取的数据流是一个PPInput这样一个可读的数据流。 可以通过咱们对应的POST的提交方式来将这个流当中输入对应的内容。 通过FileGetContents读取,然后保存到XML变量当中。 然后调用对应的加载XML的凳数。 那么加载的内容是XML变量当中存储的字符串。 保存到Date当中,然后进行格式化输出。 这里需要大家注意的是,如果咱们将PrintR注释掉,那么这时候它就是一个不存在回显的这样一个情况。 那么这时候咱们需要使用BlindXXE这样一个方式来进行对应的内容读取。 而我们本节课,暂不介绍这个BlindXXE,而是直接介绍具有回显的这样一个XXE。 那咱们开始第二部分,介绍PHP当中测试的这个POC。 这里咱们直接给出三个POC,分别是利用File协议读取本地文件的这样一个POC, 以及咱们通过HTTP来读取远程对应的这个内容。 它经常用在咱们对应的BlindXXE当中。 而第三个方式是使用Base64加密来读取PP文件。 这里需要大家注意的是,使用File这样一个协议,如果直接读取对应的PP文件会出现,报错。 咱们需要使用Base64加密,然后进行读取。 而这里给出的内容是一个固定格式,咱们只需要这样写来就可以。 然后这里替换对应的PP文件名。 那下面咱们就来进行实际操作,来读取文本文档。 这里咱们给出对应的Payload。 咱们将Payload通过Post的方式提交到服务器存在XXE的这个页面当中。 那么这时候服务器就会返回对应的这个Flag.th当中的内容。 这是咱们之前测试的结果。 我们本节课依然使用192.168.1.100这样一个位置,这样一个服务器来进行测试。 那咱们首先回到卡列当中来进行访问。 打开Bobsuit。 之后咱们现在这个浏览器当中输入100。 这是因为咱们之前已经设置了HTTP代理,使得它只有通过咱们启动Bobsuit之后才能进行正常访问。 Nest,然后Close,Nest。 直接启动。 启动之后咱们来点击刷新,来更新咱们当前的这个页面。 这里阶段先关闭,然后点击这个按钮刷新,之后点击XX1,之后Test.pap。 可看到咱们有一个提示。 Hello,XX1。 那咱们下面就来读取它C盘当中的这个Test文件夹下的flag.trg。 那首先我将这个payload拷贝出来。 右键复制,然后我们在卡列当中进行截断数据包。 回车,那么这时候咱们就会截断它提交请求,咱们点击Action,将它发送到Repeater当中,以便咱们后面进行更多的这个测试。 首先咱们进行测试,需要将方法改为Post,之后在最后位置两个回车,表示咱们要提交的数据,这里要隔一行。 Ctrl-V,然后点击Go。 那么这时候就会读取到咱们这个flag.trg当中的文本内容,在这里已经读取到对应的内容。 以上咱们就通过对应的这样一个方式,读取到了咱们的这个文本文档。 那如果咱们使用这种方式来读取PAP文件,就会报错。 那下面咱们来介绍,如何读取PAP文件。 那么咱们需要使用Base64编码来进行读取。 例如咱们要读取test.pp文件当中的内容,就可以使用这样的一个pilot来进行读取。 当然在读取之前,我们也可以进行对应的其他测试。 比如我们在这里将file改为咱们对应的test.ppap读取当前目录下的test.pp go。 那么这时候就会报错,并不会读出内容。 咱们想要读出这样一个内容,就需要咱们使用Base64加密。 这样一个pilot的右键复制,然后我们在卡列当中将就达内容CtrlV。 粘贴进来,然后点击go。 那这时候就会成功的读取到咱们对应的这个加密的test.pp文件当中的内容。 那么以上咱们读取出来之后,就可以使用卡列当中的这个Base64工具进行解密。 咱们使用eco,然后将咱们得到的这个字符串用引号引起来,然后加一个管道的符号。 在这里,然后管道,然后对应的Base64-D进行解密。 可以看到,这是它解密之后的内容。 那下面咱们进行演示,回到卡列当中,然后右键,然后将它拷贝出来。 之后我们打开一个终端。 Ctrl-Safe加号放大,之后eco将我们对应的这个内容粘贴进来。 右键点击paste,之后管道Base64-D进行解密。 可以看到,这时候得到了咱们对应的这个圆码。 非常清晰直观。 那么以上咱们就通过Base64加密解密得到最终的这个圆码。 那下面咱们进行总结。 首先通过本节课,大家要掌握咱们这个测试代码,以及咱们PP当中测试的这些POC。 同时大家要掌握具有回线功能的这个XXE漏洞,利用读取任意文件。 分别是读取一个文本文档,或者是读取PP文件。 PP文件一定要注意使用Base64进行读取,否则会进行报错。 最后大家要掌握咱们卡列当中,对Base64密文进行解密的这样一个工具的使用。 那么以上就是咱们本节课的全部内容。本节课就到这里,再见。